韓國外交部長部長到日本 訪問含著日本的外務大臣 林鳳正經營火燈 今天要拜訪日本的修行 安庭文雄 不過優惠 日本跟韓國相同有正義問題 現在議員是一人說一位 一行兩國外交修長 作為把水翁拔下來 在記者的小孩頭頭前 馬文章 又哭笑 挑戰來典現兩國的和解氣氛 韓國總統 含息役 在五月中任之後 日韓之間的活動 又出現真微妙的變化 初期生是含息役 在日本正修行安倍晉三 無處新夢之後 特別到修理的日本代賽館 跟安倍為上來抵愛 前後就是保證 第一遍以外交部長的身份 來訪問日本 日韓的問題 對這件事都說 韓國正總統 文在寅 任來 對日本的關係 交易到 煎熬最快的狀況 所在 普正來訪問日本 本來看作是相逢大好處的一個重要的一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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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問關起來 日韓就開始說很敏感的歷史現案問題 文在寅總統的任來 韓國歡迎盤國 自由金色 三年 黨工 請坐 經日本的企業 都要來替日出世界大前的機関 釣用 釣線 逐漏工 還有董事人跟個人 也是為主來做保障 而且在衛安府的議題上 除了法院看國以外 還要挑戰在日本大賽館頭前 來設立衛安府的人生 想要來用歷史的問題來考生日本 在十八這天的外典會談裡面 日韓相逢雖然都有特性 今天要來改革的共識 不過韓國是願望說 在日常跟韓國主嬸變形進行 來完成保障的工作 日本他們是來提出 在1965年的日韓關係 基本教育 強調說 兩國建交的時候 已經有透過國對國的方式 來解決所有的保障問題 這也是這麼多便 在法定訴訟裡面 韓風的原告 還有一方比告 情義的焦點 日本三經新聞的報道說 就算說對日本比較優先的 立民伯還有 補經費執政的時 兩國要是在這個 多數的規則 還有衛安會議題上面 在修正的賣刷 所以說 這樣讓我們社會 以重大後 來典現出對日本 好改的姿態 如果要真的來解決 這種歷史的問題 這是真不簡單 公司新聞七家人編譯